你好 欢迎收看4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慧 花莲县政府今天举行4月份升旗典礼 县长徐正蔚亲自主持 他以县政府的5个核心价值 勤勉同仁们一起来努力 让花莲成为一居友善城市 也让家乡更美好 花莲县政府4月份升旗典礼 1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由县长徐正蔚亲自主持 同时表扬县府3月份业务达人 还有圆梦团队 县长徐正蔚以积极 尊重 精进 合作 回馈的 5个县府核心价值 勤勉同仁一起努力 让花莲成为友善宜居的城市 贡典人赞不赞 赞 花莲县政府的5个核心价值在哪 就是积极 第二个尊重 第三个 第三个是成长 追求卓越 第四个是合作 第五个是回馈 然而这5个核心价值 我们照着如此去推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们乐于工作 而且对于花莲县政府 花莲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热情和期待 所以今天我们的员工团队 我们的打人就是如此 无论是一个人进自己之功 或者是一个局处进团队之功 这些都是透过我们大家的集思广益 而集思广益就是我们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启替 然而推进之后一起来合作 这就是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全国最优秀的公务员 全国最好的团队能够成为大家互相合作的一流团队 升旗活动除了颁奖之外 也邀请观光处企划科科长黄如宽 针对承办业务特色 主题旅游 还有旅游奖励方案等进行标杆分享 期盼同仁从中取义 持续为乡亲和旅客创造幸福 记者刘明胜 华莲市报导